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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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有分点 大家在选择这个APP的时候 一定要选择好莱坞的这个版本 这个APP的最大好处 他能看得到每一个游乐设施等候时间 这个是非常实用 当你在玩的时候 你可以很清楚地知道 下一个你想玩的游乐设施 目前等候时间是多少 第三步 Natue 3 就是 环球影城里面路线应该怎么 也就是说这个游玩的顺序怎么安排会合理一点 大家要知道环球影城是分上园区和下园区 那两个园区之间呢 它是通过电幅踢通道相连的 而环球影城的入口呢 就在上园区 这里是人群最集中的一个地方 所以呢我们是推荐大家早上早早入园之后 错开这个人群 首先到下园区进行游玩 那到了下园区呢 大家可以按照变形金刚 侏罗纪公园 木乃伊复仇记 这几个顺序开始游玩 那在下园区把这三个主要的游乐试试完了之后呢 建议大家选一个环球影城之旅 就是Studio 2 那这个的话呢 它的时间大约是45分钟 大家坐着车 把环球影城就是游览一遍 那也可以修整一下 那回到这里之后 通过这个电幅踢到达上园区 那这时候已经接近中午了 大家可以先吃点东西补充一下体力 因为上园区的餐食选择比下园区稍微要多一些 那补充完体力之后呢 大家在上园区就可以按照 哈利波特魔法世界 新普森虚拟过山车 还有动物演员舞台 小黄人 鬼屋 功夫熊猫 还有水世界 这样的顺序一路玩过来 那第三个建议呢 就是大家如果没有买到快速通关票 然后买的是普通票 又不想在各个游乐设施内等待这么长的时间 有没有什么窍门呢 有的环球影城 所有的游乐设施基本都有三种通道 一种是普通通道 一种是快速通关道 然后还有第三个叫单独乘坐通道 它叫Single Rider Land 那环球影城的快速通道跟迪斯尼的快速通道是不一样的 环球影城的快速通关道呢 它仅限于在入园的时候买了快速通关票的朋友使用 因为它的票价比较贵 所以呢 环球影城的快速通关票 它是对任何一个游乐设施都有效的 而迪斯尼的快速通关票 它只针对单一的一个游乐设施 这两点是不一样的 那如果买了普通票的话呢 如果只有一个人 那这些朋友们就可以巧妙的使用 刚才说的Single Rider Land 就是单独乘坐通道 它的意思是说 你不介意一个人玩这个游乐设施 当然如果你有几个人一起去环球影城 但是在做这个游乐设施啊 过山车这些东西 你不介意说分开坐 就是大家不一定说连着座位的话 你也可以选择这样一个通通道 因为这样的话 它可以省下很多的排队时间 你就可以玩更多的项目了 最后呢 给喜欢漂亮的女孩子们提一个建议 去环球影城玩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穿平底鞋 最好是方便运动的 像一些运动鞋之类的 因为环球影城虽然不是特别的大 但是因为一天在这个主题公园里面 你站着然后走排队等等 都是脚会比较累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记得穿平底鞋 好了 这期的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谢谢大家